爸爸妈妈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爸爸妈妈离婚了 你是嫌我爸打呼噜吗 差不多吧 孩子不懂事 您也不懂事吗 您分不清楚什么是食物中毒 什么是胃精卵吗 我说了没事 你非让来医院 我看你给人一瓶盖 倒挺积极的 你这心思 真的还全都放在咱们家里吗 我们孙家就算往上都八辈子 那都是一夫一妻举 齐眉白头偕朗的 我们孙家根本就没有出轨的基因好吗 你要是敢胡来 我保证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弄死你 恭喜全家 全家你的工作就叫工作 我的工作就不算工作是不是 那家里我不管谁管 我不把工作放下我怎么办 我们在前方打证 我们在后方互聚 挺好的 你去哪儿 你会放我们鸽子 我说了 我们的时间是有假方可需的 其实我刚儿子也只不过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影响他的工作 就最该晚死 我不想干涉你家内症 但你家内症已经影响到了我家内症 我都跟你说不让你掺和了 那是你们的意面能力不行 所以在你眼里问题都是别人的 我只是不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反正自己爸爸没做的 人家半个月就不长和不少了 李锦伦 你是不是有病啊 全上海律师都没了是吧 你第二把神山 你说像他这样的男人多好啊 那个姓林的他能做得到吗 他就是拿你当只流浪猫 别自作多情 要说多情还得向你学习 叔叔 你怎么又来了 我已经跟你交换战场了 我把时间都给你为你服务 那你能不能去上阵杀敌 能不能去收复失地 你能不能不要去当什么发桃源 我一定努力做好的希望 全职家庭主播也是一份工作 而且是一份了不起的工作 我承认 我完成我的工作了 但是你呢 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我也知道我想要什么 现在我就是觉得孙蕾特别的好 李锦棍 与其关心别人家的事 你是不是更应该关心陈山 孙蕾 如果你还有一点情感和人性的话 麻烦你也关心关心自己的家庭 和自己的妻子 你少管我们家的事 你也少管我们家的事 陈山 我是你老公 你这么做太过分了 我真的累了 那你也过了 离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当我是空气 还是说你眼里现在只能看到 那个闪闪发光的陈律师 而我只是一个一无是处 无关紧要的家庭主座 你更了 我都已经搞不清楚 你到底要什么了 是我要办托管班 不是你帮我办托管班 我如愿都是你的负数 我为了我自己的征途 剥夺了孙蕾的心愿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如果你今天没有尽到你的责任 或是放弃了你的义务 那叫做自私 像我们这种在外面拼搏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庭 怎么叫自私呢 如果我走开 能让你真正地轻松和快乐 我走开 如果想妈妈的话 我们就过命中大的 从门走过去找她就好了 走门 我们就是两个家 如果专动的话 我们还是一家呀 爸爸 你的血已经那么少了 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所以无论如何 只要能给静静 一个完整的家 我就一定会坚持下去 陈珊 我想你了 我可以没有自己 但是我不能没有你和条件 这个离婚证上啊 就只有爸爸和妈妈的名字 并没有你的名字 你会永远永远拥有爸爸妈妈的 我才刚到十岁 就经住这么多 我也是有阅历的人啊 我也是有阅历的人啊 从不过去年 我才刚到十岁就经历这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